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今天是1月16日右下角 日期是5時54分 又來到我們一個星期錄影一次的時候 先鎖入IP 上個星期是1月12日 再之前做的Trader是1月5日 1月5日做的收租有做了三隻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這三隻包括蘋果、Amazon、高通 蘋果是未平倉的 現在仍然拿著收租的倉位 當然有些合約是12日到期的 但有些就放在這裏 所以這個倉位未平倉的 Amazon平倉, Amazon輸得多 就輸了過二 過二相對我開倉的一個毛八 比一個毛八開倉 1月12日星期五收回三毛八 我輸了過二也輸得多 總共輸了1320美元 差不多9000港幣 這也輸得多 高通就贏了少少 比一個5毛四開倉 12日星期五平倉 收回一個6毛六 贏了一毛二指 贏了192美元 所以這個星期暫時 1月5日開倉 這個星期的結果 還未完全完結 因為蘋果還未完全平倉 由於昨日美股放假 今天美股就是 這個星期的第一個假日日 蘋果是暫時盤前的價格 非常有利 我們這個組合 但當然到最後贏了多少 就看看之後發生什麼事 看看之後股價的走勢 和期權金變化是怎樣再算 好 1月5日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最後的總結果還未出現 我會在下星期錄影時 和大家回合這個結果 好了 1月12日 很努力下 做了兩隻 一隻是Coin Coinbase 另一隻是Uber 做了兩隻 Coin給了4.18 Uber 給了3.11 其實上個禮拜很難做 為什麼呢 第一 這個禮拜 即12日那天 為什麼說難做呢 因為這個禮拜 即是 今天 明天 後日 到日 這個禮拜只有4個假日 下個禮拜正常有5個假日 所以對我們收租的做法來說 我們收租是少了一天的 是期權金不會太漂亮的 這是難做的 這是其一 其二 而又進入了財務報表的一年有四段時間 1月4月7月10月這四個月 通常很多公司會發佈財務報表的月份 現在也開始進入了那個月份 所以令到其權的其權金 即是所謂的引申波幅 有些位置會扯到很高的 有些就完全做不下 所以 剛才4月5日就找得很辛苦 結果就找到兩隻 Coin和Uber Coin是四個月8 Uber是1.31 我們先看看 IP 好 看看 Trade History 好了 看看過去昨天 蘋果 蘋果沒有平租倉 我不需要看蘋果 又看Amazon AMZN 你看到這裏 只收回3毛8 1月12日 晚上11.52分平租 收回3毛8 所以這隻就要輸了 給1毛8收3毛8就輸過二 另外那隻就是高通 高通收回1毛6 給1毛4收1毛6 就贏了浩爾子 這也是1月13日凌晨1.15分 即是凌晨2點時成交 這隻就賺了一點點 另外還有兩隻就是Uber 新開的 1月12日 上面這個就沒有理會了 這是1月12日 晚上23點59分 即是晚上11點59分 就過12點之前 成交在1.31分 Uber 就是這隻 另外還有就是 Coin Coin就是這個 4.18分 就是1月13日凌晨4.38分19分 成交 又做了這兩隻 結果是怎樣呢? 也是那一句 偏淡一點點 但是美股來說 整體我覺得向上的機會 都是偏高 但是不排除 最終有些調整 所以個別股票來說 我們收租的模式 有少少不同的 我們有少少對沖的動作 會加進去 結果是怎樣 我們就看看這個禮拜 我們平倉的情況是怎樣 下個禮拜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貓 等下個禮拜 就好了 請問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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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